美國太空總署重啟太空計畫 預計2024年要再送太空人上月球 而私人航天公司維珍銀河 也將在2020年送旅客上太空旅遊 太空總署與維珍銀河 最近都發表了新式太空衣 無論是職業太空人還是太空旅客 都能穿上更具活動性的太空衣 進行太空旅行 NASA為2024年的阿提米斯 月球任務設計兩套新太空衣 一種是用來在太空船外進行太空漫步 另一種則是因應飛行過程中 比較危險的階段在太空船內穿著 展示的第一套是艙外探勘機動性裝備 大不改善手腳的活動性 讓他們在船艙外探索時 走路不需兔子跳來移動 太空人甚至能輕易捡起地上的石頭 第二套橘色太空服 則是獵戶座組員求生系統 在太空船發射到月球期間 即乘坐獵戶座太空船重新返回地球時 太空人在船艙內的穿著 改良後也具有更好的活動性和舒適性 十年前美國太空總署發射一枚火箭撞擊 月球南極噴出一堆碎屑 顯示出光芋的月球表面下方有大量冰層 這次美國太空總署要一探究竟 今年3月美國副總統彭斯下令要太空總署 在2024年將太空人送上月球 以加快實現在月球建立基地 以達成一名火星的最終目標 為了讓太空人登月前先瞭解狀況 太空總署正在和少數公司合作 預計在2022年之前將流浪者 月球探測車發射到月球探勘 另外英國私人航天公司 維珍銀河和美國知名運動品牌合作 製作出功能與美觀兼具的太空衣 預計給在2020年報名參加太空旅遊的 顧客專用 展示會在紐約的一個室內跳傘設施裡進行 以柴可夫斯基的天鵝壺為配樂 摩托爾以各種翻滾飛行下潛動作 展示太空衣的活動性 全套太空衣包括內襯 外衣 夾克及靴子 注射掉選用太空的深藍色 並以寶藍色及金色點綴 材質為柔韌的纖維製成 具調溫及排汗功能